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责任就是给你一个能居住的比较干净的这么一个住所 但是一般来讲他会讲你能不能分租啊能不能养猫养狗啊 你都要问清楚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跟那个不讲英文的房东签房约的话 一定要找一个懂英文的 如果跟中国人比较简单 第二 作为一个房客尽量能少交deposit 就少交deposit 有的房东比较黑 就是他要三个月的这种押金 那你不能交 在洛杉矶的一般最常见是一个月押金和一个半月 一个月押金是合理的 我们碰到最常见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房客有很多权利他不知道 比如说哪个东西坏了 这个房东要修 他不知道 他打电话 我建议首先在签了这个书面合同以后呢 你有任何的文件你要书面写下来 而且要用挂黑信寄给房东 特别重大的说冰箱没有 冰箱坏了 你房子都写上的 这第一 如果房东不理你怎么办 就是昨天来的 就是房东不理我 我怎么办 很简单 你最常见的事情 我相信是这么多的事情 房子里边破损了 房东不来修 哪坏了 你呢跟房东写完信息 房东不理你的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你在下个月的房租 你早上马上修 你早上把你东西修好 修好以后呢 你给房东写一封信 说对不起 房东 有的地方根据合同 或者根据我们判断 这是应该你付的钱 你没有付 我打电话 给你写信你都不付 好了 我把第二月的房租都给减掉 比如说他比如空调坏了 你减下空调80块钱减掉 全要书面的东西 哪怕中文的也好 对吧 但最好英文的 那这样的房东 他会找你 他说你看 为什么这个你来告我 就房东因为既然小事 告你的可能性比较小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毕竟是合理应合理的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的时候呢 房东和房东 被发生重大纠纷了 比如这个房东 就是想赶紧走 为什么呢 不光是房客造成的 你养力要高 房来找 那你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有道理的话呢 你还是用那句话 书面的形式跟房东讲 如果你确实没有道理的话 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你跟房东谈判 能不能测 就是大家互相的 就是说等于不叫违约了 就大家互相的 把合同给去消掉 如果不行的话呢 那你们大家可以打官司 如果房东起诉你怎么办 对吧 房东说你在这里边 那你要有道理的话 你可以反诉房东的 你说到了刚才我们 我们曾经讲过 美国有一个所谓赶房客的法庭 对吧 你说你这些不交房租 为什么不交房租呢 里边有老鼠了 有蟑螂了 你不管 那这个实际上呢 你呢 房东的这个房子的里边 已经不设你居住了 这个叫 constructive invasion 就是实际上房东已经 在收钱了以后 还不给你做的事 你可以不交房租 不交房租以后呢 大家上法庭 来法官来判这个事情 对吧 这种事情呢 也很常见 特别是很多这个 我知道很多洛杉矶的这个房子 年久世修里边都不怎么样 那脏兮兮的 那作为房客来讲呢 你房东又不管 好了 你租进以后 你不交房租了 但是你要 还是像我们说的一样 把每一条都列出来 跟房东讲清楚 如果不行的话呢 你也可以主动告房东 但是一般来讲呢 主动告房东 可能会比较小 都是房东来告你 告你什么呢 叫你走 叫evaction 叫你赶房客的行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跟房东讲清楚 对吧 总之 你如果认为你做的对 你是一个房客 你要跟房东 用书面形式 及时通知他 然后呢 你把你留告子 如果说小的地方 可以把减掉房租 如果大的情况 可以不交房租 然后有法庭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vengeance